大家好,轻轻松松一句话题讲,所谓一不离二,二不离三 我评论时也有讲过昨天 基本上我真的没有记住这些东西 但当我正式拍片拿来做话题,当然要查清楚 这个叫做空者牛肉法,就不是真者,好像咬了真者 当然要详细看看,证明我不是很八卦 虽然我是有看到的,Facebook、Telegram、连灯等 老实说,如果你是黄的,一旦有讲过,你当然不去 就算你不是黄的,你看前面的照片给你看到 里面红档档的 是吧,那你说为什麽,是吧 那你真是爱港,爱国 没说不行的,我经常说,我说阿超你不应该 我上次骂就是阿超,你为何要归边去支持这些 即是你去支持黄典可以吗,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是不得了的 你作为特首去支持黄典,作为特首不应该支持黄典 你去黄典也可以,南也可以,然后告诉别人 我们不分黄典,我们最要紧为香港的前途打拼 是吧,大家不要再分了 上次那个银龙的老板娘都说,我由始至终,李爱胡 别人问他,那你有没有后背蓝,我从来都没有颜色的 不要再分颜色了,我们始终都是没有颜色的 我由始终,那你不是不知道 香港社会给你们有份撕裂肥蓝黄两个圈子吗 你其中归了哪个,不过你归哪个就 你很厉害的 黄典那些有谁去的 有谁去的,李柱兵去的 没有的,知道都是这么说的 我没有特意去的,我都没有特意去的 我真的不会去的 新界的,你知道那些全部都是在黄区的 那些吃店,新界不多国有这样的 其中一个是张军澳 李爱胡那个 这个银龙还有咖啡座,生意剩的那些是怎样 现在只剩下吃环,即是吃环还来来判断 证明呢 证明呢 丙公办理的,是吧 即是吃环为什么来的呢 当然是你那里常常有些 是否有些蟑螂走来走去的 猪与小女,或者有什么拖欠人工 猪与小女,没有买保险的那些伙计 通常是来查这些东西 那就好了 这个我不理他了,我只是说一下 我不知道,因为新闻没有了 但问题是他抱怨 抱怨之后 这个也是几天前的了 也不是啊 是几天前的,不是很久 只是几天前的 就是银龙,银龙吵完就到空姐牛肉面吵了 银龙那些有些网民骂他 就是啊 你蓝到黑,店内挂了照片 你说没有什么,没有颜色 现在就叫人不要分颜色 你这件衣服就有颜色了 就是诸如此类 是吧 始终最好,最公道的 你做得不好 为什么卖以人来不光顺你呢 我告诉你 我估计这个就是无意中的 就是银龙,但到后面的空姐牛肉饭 就有意的了 于是他又 又在Facebook 我想是有围内的人 帮他宣传一下的了 扮黄的,周围他告诉别人 又是一家混蛋了,空姐牛肉面 他还有趣的 前面那个我当是无意的 原来他们两个认识的 因为前面 银龙 银龙老板娘有张照片 有屈泳然 屈小姐 其中有张照片 就有这位空姐牛肉面的老板娘 郭德英 都是座上 不是,我前面用了 那张照片不是合成的 两个曾经一起 这个应该是 去郭德英那里撑 李爱胡去郭德英那里撑 李爱胡去郭德英那里撑 那两个 不说真的,两个阿沈都 年轻似正的 照片 照计很多 你知道 把肚子有些少屁了 你知道 所谓很多狗公的泛民 民主派很多狗公 照计你这样晒光的样子 可能会拗多小客 至于这些 警察会不会 因为 有美丽 至少李家超来了 小强又来了 那 你又怎样呢 你都没得救 那现在又怎样呢 郭德英究竟想说什么呢 那就怨了 他知道 他和银龙老板娘 李爱旋一旦旦 他们自己才明白 是不是 公开没有生意的人 不是打算博同情 这些真是 摆明是博同情 不是打算博同情 杜出当中的困难 你有什么困难 你不要说出来 你只是说没有生意 没有生意有这种困难 不是的 没有生意有这么多可能 喂 即是你 骚出来给别人看 就是因为你支持政府 坏了 而暗中也在抱怨 警察就无情 那些蓝丝人 aczy去眼角且盯着你 冷漆漆 büy 但немzer就生意 但盯着不更多 你这个意思呢 还是那些食物不好吃呢 Desde有一个理由 香港人最好的 终于是 这些场台入 much capacity 只是腹在外面吃东西 牛肉饭 吃饭 咖啡座吃吃吃 say拨克 Roman油 喝咖啡茶 吃次 chew 很普通的,每个人都要这套衣服 也不是很贵的,看来两家东西都是一般街坊的东西 你做得好,应该没问题,当然了 如果你挂了太多这些东西,我都提一提你 你想想要很弯,很简单的东西 简单装修,最好会坏名字 你又没有了那股 撑警眉,你就立即行 那又不是,没有后悔 你没有后悔,当时撑,现在又没有后悔 那如果没有后悔,你会出哪些东西做什么 出哪些做什么 我想想一下,我是比较差的 这个牛肉饭的老板 郭德英很明显 其实他看到 他看到 李爱胡出了哪些东西 可能会立即黄了 多少回 这些我告诉你 你留意一下,就明白了 凡是有人在那里伸,哎呀,我这家东西就收拾了 那就有人扑去 对不对 我到你至少赚一笔 我做完这个月不做了 那就会有很多人,哎呀,老街坊 香港人是这样的 少少矫情 那 我想,蓝丝没那么矫情吧 警察更加不矫情 那问题可能他们 总有些人是情感丰富的 看到有这样的新闻,哎呀,我又近了 那就去光顺一下他 那就看一会了 那你不慎穷 就白不慎 你等于泛民告急 那个 那个 选情 危态 要是拼命告急 你不告急呢 自己失败了 几多人告急 洪仔 梁国洪就告急 陳志全 以前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人类用毅业就常常告急 李兵达的也喜欢告急 是不是 濫用告急呢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 真是为了周围的人 他们是大加南店 我不是去抢你 但是你看到 银龙一说了 可能马上旺一旺 他们是朋友 朋友 朋友 自己又 又在Facebook 现在更好 你在Facebook说这些东西 你明明有新闻性 再找一点自己有声 去一些 啊啊 去其他人 引起人而cé 騙人 自然有人 但结果呢 嘭嘭嘭 起码有几个媳便 星道那些 01 又报道了 凶井牛肉饭又开身 那不好处是什么呢 那不好处呢 那本来就是好处来的 对黄色的人 对于我们这些开心 就是告诉你 吊难啊 反民主即是反香港人,六成香港人,那些人就活該 事實上,我相信,說這些話題、出產的姿勢 都是很受歡迎的,那些人是小鳳姐的心態 你講了什麼呢?公開沒有生意的原因,他沒有公開 不是準備博同情,而是在博同情 之後說自己辛酸,導出當中的困難,他也沒有說有什麼困難 那你幹什麼呢?沒有說出不行生意的原因 不是說博同情,又沒有說出當中的困難 但是你又說現實不是大家想像中 那麼多人會身體力行支持我們 那你真正在罵阿超,是藍絲 那不太好,尤其是曾經聽過很多人聽說 欠了你的,一定支持你的 黃的一樣有這些,是不是? 黃的會不會又慎了呢?也會的,但是沒有新聞 因為太正常了 太多黃店了,支持不了那麼多,是不是? 但是黃的,我告訴你,你這兩間看來也有些時代,有些時間 舊店來,是不是? 就是你很多是新標出來,黃色經濟又標出來 起碼是賺了一筆,很多是賺了一筆 那開始不行了,快點走,是不是? 那還有一個阿布泰,開幾十間軍店 你猜都猜到他賺過,好像過千萬了 現在當然了,撿了,那你以為他一定的事嗎?未必 他斬藍斬得快就行了,可能已經是 你知道了,他老婆走了,那家店沒有現金 他只是打工而已,在法律上他沒有責任 那家店就等清盤而已,沒有人理會了 即是這家阿布泰,集貨就貨了 那清盤不一定是破產的,他老婆走了 家肥屋員就是他坐完,坐完這四十七人案,他也走了 那你說,哇,黃色的人是不是比較悲喜?賺錢? 我又覺得好像,不是說悲喜的,是靈活一點 你知道收了那些,收了那些捐款也是非多一點 洗黑錢的那些 我不會麻無欠幫自己人的 雖然我認為是自己人 那我也有這個,哇,又好吃 那其實很現實說 我也是有跟別人一起 自己有的店,一定是黃的 那我的標準好不好吃? 我也很坦白告訴他,很好吃 好吃的,多數是好吃 因為人介紹,通常他不是好吃 不會介紹我 大家一起去吧,那家店又同聲同氣 老闆又很支持勇武抗爭者 對不對? 反正吃東西就去吧 那這些很正常,也很高興 物以類罪,人以群分 人是會這樣自然的,這個人的心態 那反正你,你又討論得對 那我既然是男的 那你的警察也不理 你三萬人 那看來他是在抱怨 一來抱怨,二來順便賣廣告 是不是? 沒有想他有任何代價匯報 那你現在吵什麼呢? 重申,我當年公開撐鏡 即是掃CV 其實是給了壓力的阿超 為什麼呢?兩個都用阿超來做招牌 小超小強來做招牌 那現在就給了壓力他們 你幫幫忙 你曾經來過 讚賞我們撐政府、撐警 愛國的 這個抱怨呢 其實是很賣他們的 是不是? 那我想他希望幫幫忙 或者來一來 或者叫同事來一來 那你猜 有沒有效呢? 很尷尬的 我是阿超 我是小強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炸不知就算了 唉,這些又是警察做劇 他知道這次 當日大家很高興 哎,兄弟會來幫你 就頂吧 那些兄弟 不是他做 是一哥來的 阿超 阿超呢 雖然阿超光顧這間 每一個人都很現實的 他做警察 不一定是男的 你知道 就算表面是要跟政府 可能他打工而已 很多公務員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自己有自己的思想 也都合理 是吧 工作又工作 自己個人 那樣 阿超叫編編不去 都可以的 是不是? 心裡面根本就不妥 尤其是現在 整個政府 整個社會氣氛 搞得我做警察 好像做賊一樣 有些警察是好的 正經做警察 一般罪惡 是不是? 他不是想捲入政治分身 但是你們兩個阿超 其實就是把你們變為 共產黨的工具 是吧 是你的頭髒 把你拱掉 那你可能很討厭 由於我這種心態 更加不去 阿超去過的 我偏不去 就是這兩間 這兩間 你覺得 德英 當然他沒有去 想事情很複雜 我想他不會想這些 你怨也沒有用 你自己是引起更大的 就是更加不喜歡你 是吧 第一時的現象是會有的 那這些你就趁這個月 撿回多少 然後快點見面 其他藍店 看見你這樣 那你有信 我有信 起碼有新聞賣 暫時有新聞 我包你也行 因為這件事很討厭 哎呀 這樣的嗎 我這麼有義氣 義氣博而欺的 原來是這樣 當然啦 阿德英也很聰明 哎呀我不是算什麼 我沒有後悔 沒有沒有 沒有想過有回報 回報就沒有了 代價很多 即是在慎了 哎呀我們辛酸 我們一向沒有和大家吐苦水 那現在在做什麼 吐口水什麼 難道自己和家人吃 當時在反修裡 有很多怪人出現的 那部分我當你是真的 無所謂 是吧 有些人真的過度熱心 是吧 我要反過來想 比如郭Sir 我認識他 叫做認識他 現在我自己 我自己沒什麼貢獻 他打官司打到破產 他就是為了一點工具 他去JR 搞到公公都被人收回 他真是又老了 他真是很狠 你認識到那些人 覺得很開心 但我當然沒有興趣 男的那些 男的那些 也有自己人欣賞你的 當時有個大波man 諸如此類 有些古古怪貴人 有個周庸 那些很有迷 沒有來光顧你 沒有發動那些人光顧你 有什麼靜心 哎呀 我告訴你 國今事而作非 你早點知道 現在快點標美會 正確 快點信一輪 搞到 可能 警察 還原初級協會 發通告大家 儘量去吧 起碼你黃一黃 黃一黃 撿回美會 撿回他們 是吧 即是 這些 你知不知道 共產黨是不會 感情用事的 這些 現在這麼多老的藍絲 很多時候是暴動的時候 本來他是 電車公司工友 巴士公司 其他 工廠 沙廠 工友 參加暴動 六七年 後來有批 坐牢 是一輩子都找不到 一份穩定工 他們是靠去 工聯會 這樣 他們真的是暴動 結果呢 結果他們不是主流社會接受 那本書有說的 六七報道 很多到現在都是 當然死 老過我了 不是 都還沒死得住 現在最慘的老藍絲 很多是這些人 那你 你還要他拿錢 他們正在拿中環 是吧 那你們希望明天不用這樣 聰明一點 黃色那些就是聰明一點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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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那麼蠢 你生意不行就收拾他 你在那裡吵什麼鬼 真的不是得罪你了 當日 你學習郭Sir 走去私人檢控 前港部部署長 JR公職人 而行為不檢 是吧 那你真的 那你要 這樣 不是笑你 不過 當你真 我覺得你很聰明 終於醒過了 唉 現在 賣得少少新聞 拿回多少 有多少 拿多少 是吧 那之後怎樣 是吧 祝你好運 講完 吹水 行話一條